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起读书。 喜欢的朋友点击强烈推荐一下。 今天我要讲一本育儿书,名字叫《好父母的说话之道》。 前不久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提到一个观点, 不好好说话是家庭的影响。 发帖人从前有个男朋友说话很难听, 随口问一句,你在吃饭呀? 他甩回来一句,难道等你喂我? 后来这个女生去男生家里玩, 发现他妈妈和他就是这样说话的。 他问,家子在哪儿? 他妈妈说,家子在哪儿你不知道? 他接着问,在阳台吗? 他妈妈又反问,那还能在哪儿呢? 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对话总是这样的, 我想我们多数人想想就觉得气血攻心。 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话说回来, 这样的大坑或许比较容易避开, 可真要做到话说得漂亮,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父母, 就会发现和孩子说话这件事情真是一场修行。 琐碎的日常沟通里, 需要倾注大量精力和耐心。 而且,父母面临挑战是不断变化的。 孩子一压血雨的时候, 你得琢磨和他说什么, 等到可怕的两岁到来, 你要开始琢磨怎么能让他听你的话, 孩子进入嘴巴不停地话牢气, 你得知道怎么回应他的滔滔不绝, 而等到青春期来临, 问题就变成了, 怎么能让那臭小子和我说说话呢? 好父母的说话之道, 这本书的作者温迪·默戈尔从事亲子关系工作超过30年, 是临床心理学家、育儿专家、 美国父母杂志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 他在为父母们提供咨询工作的时候发现, 怎么跟孩子好好说话, 怎么能让孩子听得尽你的话, 也愿意和你说话, 这是大部分父母都有这个烦恼。 他写这本书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在作者看来, 我们需要一些纯粹的技巧来帮助我们, 比如采用合适的语气、语调、身体语言。 我们更需要正确的态度, 作者谈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说话这件事本身。 一些话,说与不说, 问与不问的关键在于我们得知道孩子的需求是什么, 作为父母, 我们能够提供什么, 界限在哪里。 接下来, 我将围绕四个大部分父母都关心的问题, 来讲讲作者给出的那些非常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问题, 婴儿期到幼儿期, 当宝宝不会说话的时候, 怎么和宝宝沟通? 第二个问题, 怎么能让幼儿期的孩子听话? 第三个问题, 青春期的男孩不愿说话, 女孩又喜欢吵架, 父母能够怎么做呢? 第四个问题, 如何跟孩子谈论特殊的大事件, 比如说疾病死亡。 第一部分, 好, 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问题, 怎么跟还不会说话的宝宝沟通? 作者的建议就一条, 少玩手机。 婴儿期的孩子不会说话, 或者能说的东西很少, 和父母的交流有限。 今天, 很多父母都会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不自觉地拿起手机, 有时候当孩子们哭闹, 家长也会习惯拿出电子产品这几灵丹妙药。 这么做可以吗? 界限在哪里? 作者认为, 在陪伴宝宝时, 父母要把手机的使用率降到最低, 这才是健康的习惯。 不然, 宝宝的情感和语言能力发展都会滞后。 从语言学习上讲, 宝宝是通过和大人交谈, 以及听别人谈话来学习语言的。 比如你长时间地打电话, 即使宝宝听到你说了很多的内容, 他们依然无法从中获得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对话。 从情感上讲, 手机会让家长们忽略了宝宝们细微的互动请求。 有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在1975年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 叫做表情静止实验。 实验一开始, 一名母亲与他的幼儿在说话和玩耍。 然后在实验人员的指示下, 妈妈迅速地把头转向一边, 然后换上一脸漠然的表情, 再转回头看孩子。 镜头一直捕捉着幼儿的表情。 起初, 幼儿察觉到气氛有一点点不妥, 然后疑惑着问, 说真的, 妈妈, 你究竟怎么了? 接着, 孩子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想要妈妈理会的意愿, 最后, 孩子在压力下崩溃了。 其实, 父母们沉浸在手机世界里的时候, 他们对于孩子来说, 就是一张冷漠的脸。 照顾强褒中的婴儿会让人觉得沉闷或沮丧, 而照顾蹒跚学步的幼童也常常令人生气和疲惫不堪。 当你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时光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作者的建议是, 放下手机, 拿起书本。 这首先是因为, 在手机上你总是在不断从一个内容跳到另一个内容, 看书的时候, 你从书页上抬起头来, 纸上的内容也不会改变, 这意味着你的注意力可以更加自由地游走在周围环境里, 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他关注。 还有一个原因是手机的世界是无形且封闭的, 而当孩子看到一本书的封面, 厚度和质感, 还有你翻页时的样子, 他能够收集到有用的信息。 阅读会成为交流的触发器。 那么, 我们可以让孩子使用手机或者平板设备吗? 毫无疑问他们在哄孩子方面非常有效, 答案基本上也是否定的。 我有一个朋友, 孩子刚刚一岁的时候偶尔看了一集《小猪佩奇》,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沉迷最厉害的时候, 一天要看一百集, 不然就要哭闹发脾气, 甚至在做其他活动的时候, 也要用小猪佩奇做背景音乐。 这种沉迷是有科学依据的, 智能手机刺激了大脑中几个可以引发强迫行为的部位。 美国儿科学会AAP长期以来都建议家长禁止两岁以下的幼儿 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因为幼儿使用电子设备, 有可能会导致他们语言能力发展的延迟。 2016年, 美国儿科学会调整了他们的立场, 把使用电子设备的年龄下调到18个月。 但他们同时强调, 必须让孩子接受提供高质量内容的媒体, 例如芝麻街工作坊, 而且孩子不能因为使用电子设备而减少了身体锻炼、 实践探索或者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社交互动。 在数码设备上花太多时间也会损害睡眠时间和质量。 有一项针对英国学生的全国性研究发现, 2007至2011年间, 因语言能力发展困难, 需要向专家求助的学童数量上升了71%, 而2007年1月正是iPhone正式面试的时间。 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如何让幼儿期的孩子听你的话? 儿童缺乏理性和自制力, 很多时候, 他们好像听不见你的话, 或者直接拒绝你的指令, 这常常让父母们忍不住和东施吼, 可是吼下来, 结果往往不如人意。 作者解释说, 刺耳的声调和紧绷的声线, 传达出的是愤怒、 恐惧和失去权威的感觉。 简单说来, 就是我没有能力管得住你。 当孩子开始与你对着干的时候, 他其实注意的焦点不再是你的语言, 而是你的非语言暗示, 比如你肩膀高耸, 嘴张大, 各种指指点点的肢体语言, 还有你的语调。 他一旦知道你乱了方寸, 就知道自己赢了这个回合。 对这个问题, 作者给了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首先, 无论你和哪个年纪的孩子说话, 当你开始感到精神紧张时, 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和肩膀, 把手放在大腿上, 不要指来指去。 而且, 千万别使用高人一等的语气 或者模仿孩子的语调, 这会让他们感到羞辱。 接下来, 你要自觉降低音调和音量, 放慢说话速度。 高音调对于婴儿和宠物来说 是充满愉悦的, 但两岁或三岁以上的孩子 听来就代表着缺乏权威。 低音调则展示出自 我控制能力和权威感。 冲着别人大声吼叫, 也会给人软弱的印象, 说话音量适中, 代表着尊敬, 也能够吸引对方认真聆听。 慢慢说话, 能给你一些时间 去着重强调某些观点, 同时也给孩子时间 消化你的信息。 如果你希望孩子做一件事, 要简明恶药地说明 你的要求和指示, 声音要响亮清晰。 有些家长习惯 匆匆扔下一些指令, 要是没听到孩子的回答, 就又会用一种 更加焦躁的语气 大声地重复一遍指令。 在孩子看来, 这就像有一头巨型怪兽 再宠他们嚷嚷, 但又看不到怪兽的表情。 他们会想, 这头怪兽听起来蛮疯狂地哀, 但是呢, 我看不到他的脸, 所以我可以假装听不见。 你应该做的是, 看着他们的眼睛, 平静坚定地把指令说出来, 让他们再重复一遍。 除了这些具体的方法, 让孩子听话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你需要往善意银行存够钱。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总是喋喋不休, 即使你上厕所, 他们也会跟着你到门口, 隔着门也要继续对你说个不停。 这让很多父母都感到崩溃。 但这正是你存钱的机会, 如果你想让他们未来 能听你的话, 尽量别让自己感到无聊或生气, 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话里。 和孩子展开一场对话 是有技巧的。 比如说, 你可以在对话里面 尝试带有更多细节地去提问, 越详细越精确越好。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重复孩子说过的话, 并根据这些信息 去问后续的问题。 你可以说, 我从来不了解古埃及人, 他们真的每个人 都会剃光头吗? 为什么? 还有一个打开话题的办法, 是寻找共通点。 你说的事情 让我想起了我五年级的时候, 孩子们对这些往事最感兴趣了。 而且因为这是你的过去, 不是他们的人生, 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表达 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想法, 你也可以由此了解 他们的真实想法。 如果你有事要忙, 一定要用恰当的方式 终止谈话。 你可以有礼貌地 直接了当提出要求, 我要去准备晚餐了, 但跟你聊天很愉快, 谢谢。 这样听起来比较正式, 却表明你觉得 这次聊天对你来说 是有价值的, 同时也教会了孩子 如何表达感激。 如果谈话不那么愉快, 千万不要固执地 想要达成共识, 坚持继续谈下去。 一旦情绪上来了, 你们都很难 再为对方着想, 也根本没办法 用道理和逻辑来说服对方。 作者建议你这样说, 你的话我听见了,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 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想想。 这个暂停, 能够让彼此之间的情绪 都缓和下来, 也给了你处理问题的准备时机。 作者还强调, 其实这种困难时刻 有非凡的意义, 因为你一旦你处理得当, 就给孩子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日后孩子上中学, 很可能在和同学相处时 面临同样情形。 另外, 跟孩子沟通有一个忌讳, 大部分家长都不够重视, 就是拒绝虚假的赞美。 现在很多家长推崇鼓励教育, 无时无刻把夸奖挂在嘴上, 但其实, 泛滥虚假的赞美 往往让孩子会很生气, 因为他们能分辨出哪些 是对他们的真挚赞扬, 哪些是心不在焉的敷衍。 作者曾问过一些孩子, 爸爸妈妈对他们说过的什么话, 最惹他们讨厌, 虚假赞美就是其中一条。 第三部分, 接下来, 孩子又长大一点了, 家长就要面对第三个问题, 最让人头疼的青春期。 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非常不同, 男孩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女孩是一点救着, 经常和母亲吵架。 作者说, 父母们要有心理准备 接受内心的无助感和惊慌, 认识到过去的日子, 不会再回来了。 他建议, 家长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可以把你的孩子 是做来自国外的大学生, 或者从外地来的远方侄女。 你的目的是 学习他们遥远文化中的习俗。 你得通过聆听去了解他们, 而不是预先假设, 判断或尝试修正。 和青春期的男孩、 女孩谈话, 你需要不同的技巧和知识。 对男孩的家长, 作者是这样的建议的。 不要做牢道的父母, 参与到儿子喜欢的话题中去, 不要去担心或过度思考儿子的生活。 青春期男孩的自控力 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他的注意力在晚饭前就用光了。 一天下来, 他要应付的事情可能很多, 比如在老师面前 扮演规矩礼貌的学生, 在小伙伴中间 巩固他在团体中的地位。 放学回家时, 他感到身心俱疲。 如果回到家里, 妈妈们还要事无巨细地 拷问他们, 那么一定会遭到冷遇。 你需要创造一个你们共处的时间, 比如邀请他帮你在厨房切菜。 如果他开始说话, 你就聆听, 偶尔表达几声感兴趣的 嗯哼, 或者问一个 直接与他说的事情有关的问题, 但千万别说那些 他生活中你正担心的事。 如果他不说话, 那你就谈谈最近的新闻和八卦, 吸引他对你的观点, 发表评论。 你还要创造合适的谈话场合。 许多男孩更愿意在你和他并排坐着的时候, 或者一起做些体力活动的时候跟你聊, 他们不喜欢面对面, 长时间的眼神接触。 如果你们在房间里把灯光调暗或者关灯可以给少年们提供一道保护的屏障, 让父母看不清楚他们脸上的细微变化, 他是流泪了吗? 他脸上有轻蔑的表情吗? 有些自尊心强的孩子, 担心自己身材不匀称, 发型不好或脸上有青春痘, 这种环境也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 最重要的是, 要留心儿子向你坦诚分享的信息。 如果儿子开始说话, 就把手机放下, 把椅子从电脑前转过来, 让他继续说下去, 直到他来结束这次对话。 如果他强烈抱怨学校里的恶霸、 不公平的制度, 或者老师的认人为亲, 你要把这场谈话当作对你的赞美。 家里是个欢迎涂苦水的地方, 即使他说的事情无聊又冗长, 聆听、聆听、再聆听, 然后再问他问题。 别用理由或证据来推翻他无知的观点, 别把你的人生规划或价值观强加到某个相关话题上。 你要明白, 今天这样愚蠢或愤怒的话题只是个基础, 如果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可靠的人生旅伴的话, 这些话题会进化成为认真的情感交流和观点分享, 这需要时间和耐性。 面对青春期的女孩,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作者说, 妈妈要让自己的角色后退一步, 让父亲多和女儿交流。 女儿进入青春期以后, 父亲往往会感到尴尬, 不知道在做什么。 事实上, 爸爸不像妈妈那样愿意打听私人的话题, 这是一种优势, 在爸爸身边, 女孩感觉不到被监视, 会觉得更加自由。 而且, 她可以学习到享受一味珍惜并尊重她的男士的陪伴是什么滋味。 这是所有女人自尊心形成的基础。 爸爸身体或情感上的缺席正是导致许多年轻女孩过早发生性行为的原因之一。 单亲妈妈需要找一位值得信任的男性, 比如叔叔、外公、家族的朋友来填补少女生命中的这个角色。 父母最好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些家庭交流的规范。 青春期的少女对她们的妈妈很刻薄, 因为她们承受了来自社会和学习上的太多压力, 而妈妈是安全地出气口。 她们对面部表情的反应高度敏感, 一旦觉察到什么, 她们会直接挑战你, 你脸上为什么这副表情? 妈妈, 我看得见你的。 你怎么了? 而且, 她们不允许你在对话里赢过她。 在这种情况下, 亲子双方都很容易失控。 为了避免伤害彼此, 作者建议家里建立一些适用于双方的交流规则, 比如别大声吼对方, 别用一些以偏概全的方式羞辱对方。 当对方开始说话了, 别去打断, 即使是不同意的观点, 也认真去听, 等等等等。 第四部分。 好, 前面我们讲的种种技巧针对的都是日常的沟通, 但是, 有一些谈话是特殊, 那就是重大话题。 这些话题包括性、 死亡、 金钱。 最后我们就来看看, 作者对此有什么建议。 作者认为, 性、 死亡、 金钱过去常常被父母们视为谈话的禁区, 但事实上, 这些是生命中最珍贵且最震撼的话题。 谈论这些话题是亲子生活中的重要机会, 不但可以让孩子从你这里了解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知识, 还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 一些家长担心, 谈论这些孩子们会被吓坏, 其实只要孩子和父母讨论了这些他们觉得很神秘的事情, 他们就不再是独自一人去面对床底下的那头怪兽了。 在书里, 作者具体地讲了性、 死亡、 金钱这三个话题。 家长们现在已经比较容易找到到关于性教育的知识了, 相对而言, 疾病和死亡对于中国家庭而言可能更是一个难题。 我们向来是忌讳谈论这些的, 我们总是认为孩子太小, 接受不了这些东西。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具体讲讲如何与孩子谈论疾病、 死亡这样的坏消息。 先来说家人生病的情况。 从儿童心理学来看, 孩子经历一切事情, 包括一位亲人的疾病, 都是从这种事情会如何直接影响他们个人的角度出发的。 他们最关心的是,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到我身上呢? 因此, 当你第一次解释某种疾病时, 要确保向你的孩子说明白 现状的改变会给孩子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什么东西会变? 什么东西保持不变? 如果家里有人重病, 家长在告诉孩子消息前要好好组织语言, 使用简单的词汇, 让小孩子能明白就好。 同时, 因为情况可能会变化得很快, 没必要把太多细节告诉孩子。 千万不要试图隐瞒恐惧。 向孩子说明, 患者通常需要经历数轮治疗, 但治疗结果没有保证。 无论什么情况, 家长的担心都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付恐惧的方法就是承认它。 你可以对孩子说, 事情的确很可怕, 但我们还有希望。 这两种心情是同时真实存在的。 在生活上, 你要尽可能维持孩子的日常生活安排。 有一位妈妈, 在丈夫重病治疗康复期间, 每天都把女儿床头的小熊玩偶摆成坐在枕头上的姿势, 还每天都在小熊的掌中放上不同样的玩具。 无论家里其他人处于多么失衡的状态, 小熊玩偶也总是等待着小女孩回家。 这就是告诉女儿, 你可以信赖我, 我也想着你。 千万不要忽略孩子, 也不要低估他们的能力。 有些时候, 孩子在危机面前, 不像大人一样崩溃, 他们可能不哭, 还想着出去找小朋友玩, 这些都是孩子的正常反应。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没有感觉。 另一个极端是, 家长会容易想, 孩子真可怜, 我要加倍呵护他照顾他。 这也是不必要的。 合适的做法是给孩子打气, 让他们参与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帮病人拿药, 给卧床的病人念书, 或者做一点家务。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 自己现在有很多事情处理, 或许你可以帮我分担一些。 那如果有家庭成员离世, 家长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作者的建议里有一点, 我很认同, 孩子一定能从亲人离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而且未必受到的是坏的影响, 因为令人悲伤的事件也常常伴随着成熟、 同情心、 耐心以及其他一些珍贵品质的养成。 所以, 对家长来说, 诚实、 准确和直接的解释是最有效的。 过去, 家长大多会使用委婉的说法保护孩子, 比如在西方, 家长会说, 上帝把你的姐姐带走了, 因为上帝很爱她。 其实, 这种解释会让孩子更加恐慌和迷惑。 你可以试着用非常这个词去强调事情是极端和不寻常的。 你可以说, 有件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姑妈去世了, 她病得非常非常厉害, 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了。 但我们会记住她, 我们会非常怀念她。 这里的每一个非常都会帮助孩子把普通疾病和意外事件 与这次导致亲人死亡的特殊情况区别开来, 会减轻孩子对于下一次死亡事件来临的恐惧。 作者还建议我们带孩子出席悼念仪式或葬礼, 这能帮助他们理解和接受现实。 想象通常比现实还要可怕, 只要他们亲眼去看亲耳去听, 孩子们的许多疑问就会得到解答。 这段时间, 你必须关注孩子的经历的情感起伏, 把你的悲伤坦诚流露出来, 这样孩子会明白他无需伪装。 一些孩子表面看来似乎对家人的死亡无动于衷, 比如从葬礼回来后直接出去和朋友踢球。 其实, 孩子可能在经历悲伤、恐惧、思念、迷惑和负罪感。 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些情绪淹没, 他们也许会漠视他, 否认他或把这些情绪深深埋藏在心里。 同时, 家长也应该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况, 必要的时候寻求心理辅导。 你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消化悲伤, 比如带孩子去我们和逝去亲人一起去过的地方, 或者是鼓励孩子帮你一起安置一些缅怀亲人用的小物件, 比如在书架或壁炉架上摆放几张照片, 一瓶鲜花。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允许孩子走出悲伤, 重新快乐起来。 不要让他们认为快乐生活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不忠。 家长本人要树立榜样, 像过去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生活。 好好父母的说话知道这本书, 就讲完了。 这本书里, 作者给出的建议都非常实用, 也非常具体, 如果你有这些困扰, 建议你读读这本书。 整本书里, 作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 就是前面提到的善意银行。 他认为, 良好的沟通会传递和储存善意, 他加深家人之间爱与信任的连结。 通过对话, 你让孩子感受到独立和被欣赏。 当你持续地在善意银行中存储善意, 孩子就越能忍受各种严格的规矩, 甚至那些他们觉得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规矩。 当父母们抱怨孩子听不进他们的话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沟通里善意消耗殆尽了。 始终往善意银行里面存钱, 就是跟孩子好好说话的终极方法。